好來 繼續要來講 這個大河孫長 出入閉尾 後來的時貴 損失參中 苗栗的後來的通宵 賺不到的時貴跟龐龜 因為每天有的鳳麟拚大河 這個河裡受到嚴重的水上 這幾天 如果再出入頭 強行會出現更多的勒告 不然這個時貴跟龐龜 這就有超過一半的面積 都浸水受損 河裡都損失參中 味道都出來了 對 味道都已經湊出來了 連山幾天來就大河 這幾個龐龜都浸水 噴到不是高香味 是已經派去的炒酸味 而且過程跟汽水也都變 他表面應該是圓滑 不像那一條 對 不像這樣子 對 好像巴勒一樣 好像巴勒 顏色也不太一樣 他已經完蛋了 完蛋了 剛才不太熟的這個龐龜 剛才大河 若是不太壞 裡面的狗肉也用的 好聽去拍一頭 都變直去 你看這龜龜 我本來要採收了 也因為浸水 都報銷 那個含水溫太高 那裡面水溫太高 它吐不出來 你看 水一直噔著 有沒有 它現在裡面已經開始 已經會有問題了 苗栗後人跟通宵 蒸廟酒和龜龜 這次剛才有一個訪明 總面積一百八十公斤的龜龜 有超過一百都浸水 六十公斤的龜龜龜 但是一百以上剛才要熄的龜龜 也不能採收了 其他的地方沒有西瓜 只有我們這邊有西瓜 對 其他的地方 像南部你現在都沒有西瓜 是過了龜龜鞋的後人 跟通宵重要的經濟作物 現在因為豪災受傷 受罪都泡湯 這都是很無奈 希望相關單位 可以補助 讓他們讀過的難關 謝謝 謝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